那后来我们开始吃咖喱面了 在吃咖喱面的时候呢 就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丁城的咖喱面 有着令人陶醉的美食传传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丁城的咖喱面 源自多元文化的交流 这道美食融合了马来 华人 印度等不同文化元素 今天我一来就能吃得很久没有 吃咖喱面了 听说它的虾很大吃 我看一下 我的手指 虾真的是大 遮住我的嘴巴 因为我手指这样 可以看到虾 而且吃两只 所以一般上现在我们买这些虾 一只 大概要一块钱到两块钱之间 都看 市场的价钱了 但是 不管是上还是下你还是 原价 不可以加价的 所以 在 这个 这个价钱定位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看伯母是玻璃多椒 她也是开心 看你们吃的 开心 她也开心 这样的心态都很生育 吃下去那个虾 有一些是不清洁的 你就吃得出来了 那就是说 你今天可能 做了很多卖不完 你就坐在冰箱 你真的很好 然后价值很敏感的一个食物来了 所以最好就是说 今天的虾卖完了 今天又买一些新鲜的虾 所以每一天要做 这里都买了10天后 它收在冰箱 做美食 要注意这边 所以 为什么 很多客户会吃 这些新鲜美食的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口味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槟城更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代表之一 咖喱面 正是这种文化融合的美味体现 槟城历史悠久 曾是英国殖民地 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 他们带来了各自的烹饪传统 咖喱面 便是这些传统的碰撞和融合 成就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美味 咖喱面的咖喱汤底中的椰浆 很可能受到了马来风味的启发 而面条则来自华人的炒面传统 同时 印度香料和调味料 也为咖喱面的独特风味 提供了丰富的层次 这道美食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那种口感 给人家的舒服感 只要一听我没有怀疑这个东西 心动应该 都很强热 刚才吃了一只又多一只 然后倒薄有十多个 我算算来它的成本 这个成本在汤和料里面 它算你七块 这个虾最少四块钱 还有面 还有猪虹 你看它的利润是非常薄的 所以如果它一天没有卖超过 八十到一百万 它赚的钱是非常得意的 所以希望做美食的朋友们来支持它一下 当然啦 这边是属于一些开封的声音 这个还是要看它自己的 marketing screen 它销售的方式 还可能是活力多加 更是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的象征 它融合了不同背景 宗教和传统 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份和谐融合的美美 咖喱面的由来充分体现了 十五个文化之间的关系 它是历史 传统 味道的教会 也是品成骄傲的一部分 品尝咖喱面 就像品尝历史的一部分 感受着多元文化的美好 这是一道让人陶醉的美食 也是一段令人感到骄傲的美食传承 看过了我们北马的咖喱面 很多人都会问我 到底南马的咖喱面 跟北马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 一句话就是说 南马的咖喱面 其实是我们北马的拉萨 下期我们就做一些 关于拉萨的视频 卷信给我 我会给你们一些 怎样制作咖喱面的秘方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要分享 订阅和点赞咯 我们才有动力 再做更好看 更精彩的视频 谢谢您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地点 它的咖喱面还是不错的 有空可以去 常常支持一下 我们的暗地咖喱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